接著看到是工廠林立但卻沒有排水溝 這是新竹縣瓊林鄉武龍工業區 成立了40多年在武河街 卻有一段路呢 因為產權的問題 超過有100公尺都是沒有設置排水溝 也造成逢雨積水 讓居民還有廠商是抱怨連連 那麼新議員鄭義雲前往會刊 要來延伸解決辦法 工廠林立水溝卻相隔超過100公尺才看得到 丛林武華工業區廠商和附近居民抱怨 40多年來只要下雨 雨水就會沿著斜坡地不斷堆積 難以宣洩造成生活極大不便 武華工業區成立在民國60幾年 到現在已經有40幾年 這邊一遇水的話 這整個的水全部灌在這個馬路來 因為我從小從這邊長大我知道 斜坡路段大貨車不斷經過 武華工業區是丛林重要的經濟命脈 武華街卻有一段路面 因為屬於私人土地產權問題 沒有設置排水溝 相隔100公尺外的水溝 也常被雜草阻塞 導致風雨逼淹 滾滾流水傾瀉而下 居民苦不堪言 廠商這邊是願意把土地 就是提供出來 讓我們的縣政府來做這個排水溝 一舉解決十幾年來的這個淹水的問題 科技廠同意無償提供土地 公務處預計花費100萬 我們的使用上面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今天找了就是我們的辦公室村長 還有代表一起來做這個協商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的縣政府還有鄉公所 願意跟我們一起去討論說 我們這三個體鑑措施 未來是要持續放在原來的位置 還是移到別的地方 還是去做一個整個的拆除 另外五龍社區公園才啟用兩年 也被居民反映體鑑設施 未處正中央 難以做其他活動使用 地方將演繹拆除 提報產發處 讓公園效能再提升